好,我们来看一下2.3的这个题目 分数可能好像偏低 可能是因为那个打字的时候 有些同学 我是打X的 我是打X当作是X 有些同学讲他打了 他用了星号当作是X 又或者是有些同学他讲 他有流空位 又变成系统自动的把它打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重点是在于那个位数 你有没有看对 位数对的话 大致上就不是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第一题 OK,第一题来讲 这个652000的话 我们是写成6.52乘10的6次方 对吧 6.52乘10的6次方 你如果这样子写 6.52乘10的6次方 这样子箭头上上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6.520 好像也是可以 不过4次方就不行了 然后这个是6乘10的6次方 就是52你直接给它去掉就不行 我要的是所有的位数都要出现嘛 所以你自己跟我近视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写的时候 6乘6.52 至少你要6.52 如果写6.520 我还可以接受 OK 然后呢 你看这个啊 这个有空格啦 不要空格 我刚才我上面好像有写 Do not leave any space in your answer OK 就不要留空格 这种类型的题目 就是最麻烦的 就是很多人会留空啊 而且成的成号的前面跟后面有留啊 像这样 这种情形啊 这个系统又会 automatic 帮你打错了 OK 所以这个我可能手动再帮你们批改一下 但是这样子看起来呢 大家都不太大的问题 比较错的是6.52乘10的四次方啊 为什么是四次方呢 你只是看零吗 因为你的小数位 你的小数点应该要去到六的后面啊 很像这个625乘10的四次方 这个肯定就不属于科学技术法了 因为你625这个 我们要的是1到9之间的一个数目 所以你这个600多就不行 这个写法不行 这个写法 这个也是错的 这个也是错的 这个也是四次方哦 不止一个人哦 还是有几个人哦 三个人搞错了 其余的还可以接受 好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123我们小数位往右移 123456 要移去5的后面 所以应该是 等啊 12345 5位 所以是5.6乘10的负5四方 没有负的 很像这个没有负错 没有负错 这个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会分开出来 这个应该也对 负6就错了 5.6 很像这种啊 一直都没有变成一个小数位的 你的5就要马上有小数点了 你的你变56这个肯定错了 然后5600这个我不接受 因为我后面没有00 代表说这个肯定是两个有效数字 这一边我还可以接受后面的这个0 不知道有没有算 这个后面56后面肯定没有算 如果你写5.600 你就是无从生有 你把你的 你把原本的数字两个有效数字 变四个有效数字 这个不接受 OK 所以我们看 大家的错误点在那里 像这个5.6乘10的5次方 没有负 不接受 这个是空格空很多的关系 没有问题 OK 所以大概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再看一下 0.007乘10的2次方 你应该要换成7 给呀 7罢了 然后这里乘10的3次方 10的负3次方 所以10的负3次方 再乘以10的2次方的话 应该会得到10的负1次方 OK 所以这个接受 这个也接受 这个也接受 7乘10的负1次方 这个应该也接受 这个应该也可以 然后01 没有负就错 01没有 这个负2就错 负3也错 0.7 也错 因为这个不是有 这个不是科学技术法 记得 你必须要科学技术法 你必须要7乘10的负1次方 Even though 你讲0.7 老师0.7这么容易表达 你不要用0.7 我不行 他要的是科学技术法 你就必须要用科学技术法 像刚才那个9.81 有没有 9.81 你换成科学技术法 就是9.81乘10的0次方 你也必须要写10的0次方出来 明白吗 所以是科学技术法 后面一定要有乘10的多少次方的 OK micrometer换成meter 这个是乘10的负6次方 OK 不过呢 你写60乘10的负6次方 就不是科学技术法 你要把那个0 乘进去变成负5 这个接受 这个接受 不会不能接受 负7不行 负5这个流空格可以 6层后面没有东西 不行 这个是这样这么长穿 不行 而且他是负 不是这个正的 6.000 有这么多位数 这个肯定变 从一个 这里只能确定 他是一个或者是两个有效数字 你变四个有效数字出来 这个肯定也错了 10的负10有这样多没 这个负5这个 这个对啊 这个也对 所以我 不知道是输入法的关系还是什么 有时候你会看到他这个跟这个明明是一样的 不懂为什么会伏出来 好 这个呢 我们必须要手动再去给对 然后72乘10的12次方 mm 要换去km的话 m是10的负3次方 换去k的话呢 就负3 负6 OK 所以是72乘10的6次方 然后72要换成7.2 就乘10的7次方 OK 我要写一下 这个越来后面越来越复杂了 OK 我来算一下这个72乘10的12次方 mm 我要换去km OK 这个要怎样换呢 我们是要把那个磁头啊 这个m的磁头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变成10的负3次方 所以换成k 这样子的意思 72 然后呢 我要把m换成k的话 k本身是代表10的3次方 所以我补了一个13次方 后面外面呢 又要补一个负3 补一个负3 这样子的话呢 才balance up 就是没有增加任何东西 过后呢 我们再把它变成7.2乘10 的1次方 乘10的12次方 乘10的负3次方 乘10的负3次方 km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四个再换在一起 OK 所以乘的话呢 就相加 就1加12 减3再减3 1加12呢 是13 13减3是10 10再减3是7 所以这一题呢 应该是7.2乘10的7次方 每一次呢 你们都要这样子 来把它换算 才确保说不会换错 那 初一的时候呢 我们有稍微的有教过这个的算法 但是初一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搞不懂 中华有教了 其他学校我不晓得 不过呢 高中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 同学们 你们要掌握好这个技能 然后就是换算单位的技能 All right So 再接下来 这个呢 是602 乘10的负5 负4次方 M millimeter 换去micrometer 这个我再 Clear一下 OK So 这一题是602 乘10的负4次方 MM 换micro OK 那你可以看602 乘10的负4次方 其实有一个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做法 然后因为你的M KM是变大的 Mega 又多三个零 这里是变小的MM 再过来是micrometer 所以他们micrometer跟millimeter呢 其实是相差三个零而已 所以如果你 很熟练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是 差别三个零 单位变小的话呢 数目就要变大 数目变大的话呢 你就乘10的3次方 这样子 单位变小 数目变大 它就是乘的 如果单位变大 数目要变小 你就乘10的负3次方 这样子 在这边这两个呢 你就要换成6.02 就乘10的2次方了 这里是乘的负4次方 再乘10的3次方 micrometer 所以最后呢 再把后面的这个10的多少次方呢 再结合起来 2-4加3 2-4-2加3一次方 对吧 所以这个是6.02乘10的一次方 micrometer 一样的 一样的很多学生应该会写60.2 有没有人写60.2 有吗 好像没有了 好像都没有了 所以6.02乘10的一次方 可以接受 这个也可以接受 二次方错 负2次方也错 负9次方也错 负1次方错 负7次方 负2次方 这些都错 OK 所以是60.2 对 但是呢 因为要科学技术法 也是必须要打错的 OK 所以这个注意了 好像严格来讲 只有四位同学 对 面积的换算法呢 又比较不一样一点 so 像mm 我们是1000mm 等于一个meter 然后如果是平方的话 它就会变成 再多1000 也就是说 它会变成10的6次方 在后面 OK 10的6次方 这里两个零 补给它 就10的8次方 不是不是 这个单位变大 数目变小 All right sorry 所以这边 我再算一下 700mm平方 要换去meter平方 OK 注意一下 1000mm 等于一个meter OK 然后呢 它这是10的3次方 如果我是变成平方的话 它就会变成3次方 再加3次方 变6次方 所以这个的单位 要变大 数目要变小 所以它就要除 如果我们放除的话呢 我们就是变成负 负6次方的意思 那这里有2次方 这里有6次方 我们就会变成 10的负4次方了 OK 所以这个是7乘10的负4次方 有没有人对啊 这个对了 这个对了 这两个负5次方错了 负4次方 这个也对 OK 所以这个也对了 还有哪一些 这个也是面积 0.99 0.99 只是不接受 那是要换成 9.9的 这是km平方 换成meter平方 这是0.99 乘10的负6次方 km平方 OK 我们来看看 这个换算 OK 0.99 乘10的负6次方 km平方 换去meter平方 我们知道 一个km是等于1000meter so如果是一个km平方的话 就会等于10的6次方 meter平方 OK so这一边呢 变成9.9乘10的负1次方 把这个0.99 换成这个 这个负6次方 先保留 OK 先保留 这一个的话呢 我们知道 单位变小 数目要变大 所以是10的6次方 meter平方 这两个底销 刚好的 所以就会变成 9.9乘10的负1次方 meter平方 有没有问题 有人说对吗 9.9乘10的负1次方 有 9.9900 你这个后面两个00是自己突然间补上去就不是很对了 然后这个是0.99乘10的负10次方没有这么小 OK 好像只有一位同学做对 好像只有这位同学做对 这个是9 9乘10 你就把这个9给去掉了 不是很对了 OK 所以再来的就是liter换cm立方 我们知道 cm立方是相等于ml的 一个cm立方等于一个ml 所以我们的一个liter是相等于1000的ml 所以也就是说他补多三个0就变成10的7次方了 然后说6乘10的7次方 6乘10的7次方 这个应该也是要 应该也是对的 6乘10的7次方 这个是放了空格 应该也对 其余的都不对了 像这个的写法6000005个0不对了 即使你写7个0我也不给你对了 因为我要科学技术法 OK 注意了 最后一题 立方 立方 m立方是等于 一个m立方等于1000L OK 所以就变成了两 两万五千 两万五千就是2.5乘10的4次方 所以这个是对的 这个四个人是对的 这个也对 不知道是formatting的关系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一直都不一样 所以我手动再把这个同学给对了 OK 有没有问题 OK 我迟点会再